蜘蜜部位好像很容易有飛沫爬出來 這並不正常 所以他就找男朋友陪他去看一下婦產科 結果醫生在檢查之後竟然從他的下面拉出一個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摩爾金剛 這是摩爾金剛新年 農曆新年過後或是期間拍的第二部片 非常的遠 基本上好像沒有什麼過年的感覺 好 透酷 好 不要廢話 我們今天要拍的是 上個小新聞 No.5 怪怪三條直線 幫馬線能走嗎 奇怪 這條馬路怎麼長得那麼奇怪 中間多出兩條白線 是不是地方真的跟運動品牌搞業配啊 那就有人問這個東西了 這個現在是幹嘛的啦 那有人說這是跟艾迪達聯名的 改天就會 改天就會出一下艾迪達Logo在上面 那這個越看還真越像艾迪達贊助的 過幾天可能就會有什麼 江門跟亞瑟士出現 這個斑馬線呢 是我們的公路局 跟艾迪達聯名推出 不是啦 這個其實是導盲行的行穿線 也就是說這個是給市場朋友的一種超便利的設定 這個導盲行的行穿線它是有厚度的 比起一般的斑馬線呢 有更厚一點 那如果是市場朋友的話呢 走在上面會比較知道 自己現在正在走在應該是對的位置上面 這真的是有點恐怖喔 只能夠憑感覺 所以市場朋友呢 他們的生活是真的很辛苦的 如果沒有這個專業的講解的話呢 我還以為啊這個 雙白線可能是禁止超車 那些人走在上面呢 不得隨意變換車道 應該說變換行人走道 又或者是呢 是這個化線的人員 在畫的時候呢 黑白亂畫 然後講到這邊 我們要宣導一件事情 各位朋友如果遇到這個斑馬線的話呢 要盡量不要去踩它 因為這是給市場朋友們用的 因為這是給市場朋友們用的 給他們一個好的空間 讓他們在馬路上面 稍微方便一點的行走 可以的話呢 當然是 遇到這種朋友的話 直接攙扶它 那是最好的了 多做善事 就跟墨鏡哥一樣的帥 一樣的有魅力 No.4 三間浴室清潔儀 摸魚8小時 他氣噴3,600 轟出門 大家應該在過年時 就是要面臨大少數的困擾 然後覺得很憤怒 或很煩 或很討厭吧 那有一些人呢 就直接乾脆 啊!我外包啦 講到外包 就想到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殺手網站 或是說那個 到底誰要來殺我的那一個 好笑的新聞 騙請殺手 要宰掉對方 結果這個殺手呢 外包一個殺手 這個外包的殺手 再去外包一個殺手 然後呢外包外包再外包 哈哈哈哈 這些外包的殺手 通通被打 喔 車遠了 抱歉了 我們回來 好了他外包 找清潔阿A來幫他掃 結果呢 這個受災戶 請來的清潔阿A 在家裡面掃三間浴室 掃了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三間廁所掃八個小時 我聽到這邊 我在想說 他們家的一間浴室 是不是跟一間大輪法一樣大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三間可以掃八個小時 然後呢 這個受災戶啊 偷出來 他們的浴室的前後罩 喔 這其實跟一般浴室 沒有什麼差別 這比較豪華 這氣派 也沒有說大的那麼誇張 而且呢 這個前後對比照 沒什麼不同 那這個受災戶呢 一開始非常耐心的 他在外面等他在那邊掃 那這清潔阿A偷懶呢 是完全不在乎 他有沒有在外面的 因為這個受災戶啊 是一直在家裡 他沒有出去啊 他完全不會怕 這個業主 在家裡面盯著自己 還沒在怕的 偷懶偷到底 這就像什麼 這就像是你主管今天 交班的三件簡單的事情 可能直接大大報表 跟弄個簡單的真的處理 結果你偷懶 偷一個八血要死 從上班弄到下班弄完 這一次最強的薪水小偷 無誤啦 而且呢 這個主管還在那盯著你做 然後呢 你還大搖大擺的偷懶 就跟這個阿姨一樣 這個薪水小偷呢 真的是很狂 那眼間有人PO出他們的受災經歷 就紛紛也有人跳出來 分享自己過去的慘痛經驗 說啊 他們這種清潔呢 通常是以實心製的 所以呢 有一些啊 就會比較偷懶 能夠花越長時間去把它做完是越好 對方來說啊 錢越多 所以呢 最好的辦法是 因為一次計價 因為一次計價的話呢 就沒得偷 所以後面呢 這個業主啊 受不了了 最後面呢 直接給他三千玉 真的不是我在說 三千玉是少八小時耶 這個被轟出門呢 真的是剛好而已 No.3 這個太狂了 睡覺 男朋友下面 被怒臭 驚醒 正妹不滿 為什麼 你們要那麼愛 這個新聞說的內容是這樣子的 有個女生呢 說啊 睡覺時男人總是可以抱著你 順便 揉一下長輩 然後呢 她也是會 睡覺時手自然的 就給他摸一下 往男朋友的那邊 給他摸過去 有時候呢是 有意思的 有時候是很自然的 就給他摸下去了 可能那邊那個引力比較強 然後有一天他在跟他現任的男朋友 睡覺的時候 然後不想給他摸到的時候呢 結果 那個男朋友 狠狠的 直接嚇壞了這個 漂亮的女正妹 我姑且當她這個 漂亮的女正妹 這什麼 什麼語法 漂亮的女正妹 什麼鬼 總之就是狠狠的打這個妹子 然後就嚇到啦 他就問了 他怎麼打他 然後一開始呢 這個男方還解釋說 他不是有意的 結果後面呢 又發生了幾次 睡覺的時候 手給他碰下去 然後呢 那對方就不耐煩 兇了 他只是摸到他一下下而已 然後一兩秒左右而已 對方就 壓起來 他就很不解啊 那為什麼你就可以摸我 啊我就不能幫你 那對方一開始會說 啊這個工作忙碌啊 讓他很有壓力啊 什麼的 那後面呢他就整個不爽不已 直接說啊 那麥婆 就摸別人的鳥 就很奇怪啦 這個 到底是什麼情況 男生可以摸前人 女生摸男生 就不壓起來兇 這 這個呢我是完全不理解 總之我這邊 跟這個女苦主談話一下 男朋友 既然都說了 要不我去摸別人的鳥 來吧 墨鏡哥給你好好的訴苦一下而已啊 你 你我要講什麼 我給你訴苦而已 我沒有要給你看什麼 No.2 這尷尬了 墨鏡哥光看完這篇新聞啊 直接在體感溫度15度外面呢 瞬間流下一滴汗 這 可是完全沒得商量的 抓到偷吃啊 因為女病患呢 覺得自己 欸 他的私密部位呢 好像很容易有飛沫卡出來 這並不正常 所以他就找男朋友 陪他去看一下 婦產科 結果呢 醫生在檢查之後呢 竟然從他的下面 拉出一個 跳跳 怎麼會這樣 卡在裡面 哪裡 什麼情況 原本想說呢 應該是男朋友太壞了 怎麼可以把他留在裡面 萬點廢棄物 結果男生牙齊來發飆 蛤 為什麼發飆 他不就是你自己惹的貨嗎 No 事情是這樣子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海龜湯 這完全是海龜湯的情節啊 不過呢 這個應該叫做色龜湯了 因為這很明顯的 女伴已經不小心色色了 色色的呢 不是男朋友 色色是女生 怎麼會這樣 原來 男生不爽原因是 他們平常壞壞 根本沒帶套 哇靠 第一次因為沒帶套到 抓爆女生壞壞偷吃的證據 真的男朋友 很生氣啊 這個證據呢 跟聊天紀錄一樣 這個是直接抓到 證物 我的天 很難想像當下女朋友的反應 呃 不曉得他怎麼去面對她的男朋友 後來呢 他就坦誠 有一次他跟前男朋友見面的時候呢 壓起來 不小心 就色色了 看來他沒有用柴犬魔法卡的 抗色色藥 可惜 不過呢他們沒有想到的是 最尷尬的是用來看這個醫師 你 你希望醫師說什麼 你希望醫師 好像他解釋什麼 無法解釋啊 搞到這個浮閃科的醫生呢 可能看成完他之後呢 自己要去看精神科 這個創傷太強大了 那這難度呢 很快要跟這個醫生一起去 組隊看精神科了 這個 這個 留在裡面的套號呢 就像是殘留在自己最喜歡的女孩子 身體裡面一樣 隨著那個 分明不外流出 好像就是一種思念之情 透過一點一點的議題 表達出自己的愛 兄弟沒事的 你永遠不知道還沒有下一次 這下生難反 如果想讓自己的女生分手的話呢 有機會 呃 遺留一點信物在裡面 沒有啊 講什麼東西 1 女友壞壞玩 突然 唱國歌 這太狂了 我真的是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我不是沒遇過 我是連聽都沒聽過 這個 呃 什麼情況 什麼時候唱國歌 各位有印象嗎 通常就是生氣的時候啦 差不多 國小 國中高中 反正就是求學階段吧 不然就是 當兵當兵可能會有 那有些公司呢比較特別 可能也會有 不然就是元旦的時候 唱唱國歌啊 那個賣賣芒果乾 也會唱一下啊 基本上我只知道 有這些場合 會唱一下國歌 我完全不知道 戰鬥玩家唱國歌的啊 這個 壞壞玩唱歌的女友呢 真的是厲害 有個男生說 有一天呢 他跟這些女友壞壞完之後呢 他們兩個就彈床上 溫存 結果 這女生突然牙起來唱國歌 沒有這麼心想 欸 你唱是國歌嗎 我沒聽錯 不是應該唱個情歌的嗎 畢竟剛剛自己表現還不錯啊 你唱國歌是在透露什麼訊號嗎 結果呢 這個女生的回答 更萌 她說 太猛了 壞壞玩想到國父 這什麼意思 是 該被國父綠了嗎 還是 剛剛在壞壞的時候 他滿腦上想的都是國父 國父被當成幻想對象了嗎 那這事情傳出來之後呢 小米媽就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 有人說啊 其實女朋友呢 是在透露個訊號說 你趕快再來一次啦 國父哥 你吃一次人工 你才一次不及格 今天還差十次啦 這個真的是 太瞎了 太騎馬了 唱國歌 升旗啊 叫你升旗喔 OK 繼續升旗 再戰一回是吧 我真的不能理解 好的 那衝著 做完壞事要唱國歌 喔 我突然有一個新的體悟 可能是他覺得 自己壞壞完之後呢 覺得 這個為國捐虛了 或者是 他未來要增產爆國了 總之跟國家有關 所以就唱起國歌 想起一個國父 好 衝著這個壞壞完唱國歌 這麼的萌 那今天在我影片呢 值得一個萬個讚 要訂閱我的影片 都是必然的 教會 那是一定要的 教會 幹嘛不知道啦 那我們這邊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I need you now